中国解放军结束两天联合力见后 代表美国名义的众议院访团 飘扬过海 我要再次感谢各位 对台湾如此情深义重 情多深义又有脊梁 这可不是秀出一份 采印的赖销报纸就能一言以闭 众议院外委会主席Michael McCau 有备而来直接点名台湾大敌 在中国军演后 除了口头直接指明事件回应 这回访团成员不算麦考尔 共还有三名共和党成员 以及两名民主党成员 通通都有挺台背景 除了共和党挺台立场 直接写入党纲 其中民主党籍的Jimmy Bonnetta 过去曾经提出台湾民主防御租借法案 Krissy Houlihan也曾提过 台湾网络安全弹性法案 透过国会力量协助台湾 下午访团来到外交部会面 新任部长林佳龙 也在提及对台军事融资 种种动作只是想证明这一句话 三立新闻当中报道